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 用于接受各种搞怪风格的他这几次露营都可以戴上黑色半脸歌 至于美影面去登场 并表示如果观众接受会考虑将此造型延续下去 如果真的要长期这样主持下去的话 我就试了那个面具的造型 想说观众会不会接受 那目前那个面具造型还没有播 说不定播出来大家觉得也还好的话 以后就 可是好像最近没有什么理由戴面具就是 十年前在金马班奖礼上得罪天文刘德华 让两个因子种下心结 甚至一度传出两人物王不见王 金马南同台之说 对此蔡康永无奈驳斥谣言 我有听说有这个报道 可是我觉得大概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说法 因为在所有的香港明星当中 刘德华先生是来康熙最多次的一位 就是各位如果去找的话 大概起码有四次他来过 所以是如果号称是我们两个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想他不会那么愿意来康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